要谈讨中国如果拥有24艘05型驱逐舰 对全球海军格局的影响 我们首先要理解 现代海军力量不仅仅是一亿国军事硬实力的象征 更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 进行外交博弈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中国作为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大国 其军事力量的提升 尤其是在海军力量上的增长 不仅关乎国家的安全 也关系到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 05型驱逐舰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作战能力来看 都是中国海军近年来投入使用的最先进的水面舰艇之一 其排水量达到了12000吨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型驱逐舰 05型驱逐舰的外形射击注重隐身性能 采用了全新隐身技术和材料 使得它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 能够在现代海战中发挥出巨大的威慑力 这一战舰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综合作战能力 它不仅装备了红旗9B型防空导弹 还能够搭载反舰导弹 反潜导弹 以及远程对陆攻击导弹等一系列先进武器系统 这种多功能的作战能力 使得05型驱逐舰不仅在舰队防空和区域反导方面 拥有突出的表现 还可以担任海上封锁 远洋打击以及支援人物 因此拥有24艘05型驱逐舰将极大增强 中国海军在远洋作战中的灵活性和战斗力 除了火力系统之外 05型驱逐舰还拥有先进的传感器和作战指挥系统 能够与其他作战单位进行无缝数据共享和战场信息实时更新 这种信息化战舰的设计 使得05型驱逐舰能够在复杂战场环境中迅速响应威胁 并且有效协调战斗任务 在未来的战争中信息化作战能力越来越成为制胜的关键 05型驱逐舰的这一特性 无疑将使中国海军在未来冲突中占据优势 假设中国拥有24艘05型驱逐舰 将对全球海军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首先啊 这意味着中海军将从传统的近海防御 逐步向蓝水海军过渡 即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 目前中国的航母编队已经出具规模 24艘05型驱逐舰的存在 将为这些编队提供强有力的防护 并大大提高中国海军在远洋执行任务的能力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海上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 其海军主导地位长期未受挑战 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海军力量投射体系 使得美国能够在全球各大洋自由行动 并且对全球事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 随着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像05型驱逐舰这样的先进舰艇的加入 这一局面将逐渐发生变化 24艘05型驱逐舰的投入使用 将使得中国具备在亚太 印度洋甚至大西洋执行 长时间远洋任务的能力 从而挑战美国在这些海域的主导地位 此外 05型驱逐舰的远程打击能力 尤其是其搭载的远程对陆攻击导弹 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的能力 显著增强 这不仅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 还将对全球的战略局势产生甚远影响 24艘05型驱逐舰的存在 将使得中国海军能够有效参与国际事务 尤其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 打击海盗 海上救援等方面 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提升 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必然会受到影响 近年来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海军扩张 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 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的军事崛起保持谨慎 一些国家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 可能会选择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以期获得更强的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 像俄罗斯 巴基斯坦等国 则可能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 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 对于日本 韩国等美国的盟友来说 中国拥有24艘零五行驱逐舰 无疑将促使他们重新评估自身的军事战略 近年来 日本和韩国都在加快自身海军力量的现代化建设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地区安全局势 日本 尤其对中国海军的崛起保持高度警惕 近年来 加大了对驱逐舰和潜艇的投资 并且积极发展海上自卫队的反潜和防空能力 韩国同样也在增强海军力量 以确保其在朝鲜半岛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利益 从更广泛的国际角度来看 中国海军的崛起 不仅仅对亚太地区产生影响 它还会改变全球的海军力量平衡 中美之间的海军竞争 将成为未来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大看点 美国显然不会坐视不管 而是会采取多种措施 来维护其在全球海洋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这不仅包括加强自身的海军力量建设 还可能通过与盟国的联合军演 军事基地建设等方式 进一步巩固其全球军事存在 如果中国海军真的拥有24艘05型驱逐舰 可能会引发邻国的军备竞赛 在东亚地区 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 可能会进一步加快海军力量的扩张 这种军备竞赛一旦开启 势必会导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 更加复杂 日本在近年来已经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驱逐舰和潜艇的升级换代 其目标显然是为了应对中国海军的崛起 韩国同样在推动海军现代化建设 通过引进先进潜艇和驱逐舰 提升海上力量的作战效能 然而军备竞赛的结果 往往是资源的浪费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 无法通过外交渠道化解分歧 军备竞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 中国在竞相提升海军力量的同时 也需要注意保持沟通与合作 避免因误解和误判导致的冲突 毕竟海上力量的增长不仅仅是为了对抗 更应当服务于区域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 中国拥有24艘055型驱逐舰的意义 不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增强 更在于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提升 随着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端扩大 中国有机会通过加强海军力量 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与多边主义 例如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中 中海军已经展示了 其在维护国际航行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 如果拥有24艘05型驱逐舰 中国在类似的国际任务中 将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海军力量的增强 还将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 更加积极的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05型驱逐舰不仅具备强大的战斗能力 还能够执行包括海上救援 灾难应对等任务 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当下 海军力量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作用愈发重要 通过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更多的合作与援助精神 中海军将能够为全球和平与稳定 做出更多贡献 小伊认为 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 尤其是如果拥有24艘05型驱逐舰 标志着 全球海军力量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传统的单极化格局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海上秩序正在被打破 未来的全球海军力量对比将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的局变 而是包括中国 俄罗斯 印度等多国共同主导的多极化格局 这种格局的变化既带来了新的挑战 也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各国通过发展海军力量 能够更好地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 同时也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 中国的海军力量增长 不应被视为对现有秩序的威胁 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 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 维护海上安全的正当需求 毕竟全球的海上航道是所有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脉 确保这些航道的安全和畅通 符合每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总之 假设中国拥有214艘零5型驱逐舰 全球海军力量格局将发生甚远变化 小一认为 这变化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在未来的国籍署中 中国海军将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 更是全球和平的建设者 不加强国际合作 推动多边主义 中国可以在海洋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我是假一 咱们下次再见